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呀 我是OpenBuild社区的文文 欢迎来参加今天的Web3求职公开课的最后一课 本次活动呢是由OpenBuild社区 携手Web3求职招聘平台SmartDeal 为Web3求职者们量身定制的公开课 通过之前的课程呢 大家对行业及岗位都有了一定的学习和了解 今天呢是我们的最后一堂课 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一堂课了 我们邀请到了一些Web3企业招聘官和行业人 来为大家进行企业宣讲以及行业招聘 今天的嘉宾呢有行业资深招聘官Kitty老师 Evervision的创始人 AO的发起者沈威老师 MXC ZKEVM的核心开发者胡欣老师 以及莫菲增长负责人小点老师 让我们欢迎几位老师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Kitty 让Kitty老师来主导今天的分享 OK 谢谢 谢谢文文 也很感谢今天所有的嘉宾和听众 对 这个是我们跟OpenBuild办的最后一场活动了 对 前几期的分享 有几位老师分别从怎么入行 技术怎么转行 以及要学哪些技术语言 还有怎么写简历 怎么面试 各个方面都已经介绍了 然后OpenBuild的官网也会放录播 如果今天有朋友错过前几期的话 也可以去网站上去看 对 然后今天这一期就是 邀请了几个项目方来介绍一下 具体如果要招人 他们希望招什么样的人 如果台下有在求职的朋友 也多多听 或者是现在在把那个房间的链接 分享给你身边要求职的朋友 那我就开始今天的主持 先请几位老师做个自我介绍吧 还有项目介绍 我看一下这个麦序 要不请熊维老师先吧 我们按照海报上的顺序 好的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我是EVERVING的创始人熊维 我们EVERVING是在RVU生态做构建 目前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我自己的话是从银行业转行到这个Crypto的 转行的时间是在那个18年3月份的时候 当时是去了iMTOKEN 也是当年那个最大的这个以太坊钱包 对 那在那个20年7月份的时候 我从iMTOKEN出来 然后创立了我们现在的EVERVING 对 这是我的一个背景 OK OK 那下一个胡生老师 感谢主持人 也感谢OVING的邀请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我是胡心 我是MXE ZKEVM的核心开发 那么我们是以太坊上最大的D-PIN公链 我们是从2018年开始做的这样一个D-PIN的这样一条公链 现在在170多个国家有部署 我们也希望欢迎各个D-PIN的开发者能够在我们的链上 能够去构建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生态 比如说开车转币 或者比如说遛狗 这样一些有趣的这样一些应用 我个人呢 我自己也是一个Solidity和智能硬件的这样一个开发者 我想呢 也是在求职和招聘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心得和分享吧 谢谢 OK OK 下一个请小点儿老师多自我介绍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然后我这边的话来自于MORF 我们是一条Layer 2的公链 我们也刚刚结束了我们的种子龙的融资 最近我们也会对外去进行更多的一些公开和一些曝光 目前MORF已经上线了测试网 公开的测试网 最近在4月份 5月份的时候还会再更新一版 我们新的一版的测试网之后 我们的主网也就会有上线了 因为我有看到有朋友在下面提问说 Web3有没有安全港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我们MORF这边 MORF这边我们对于开发者的岗位是召开的 公开的 然后以及还有一些市场港的一些方向的工作 对 大概就这样吧 那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 可能之前已经有很 台下有很多小伙伴都用过我们的APP 我们是Smart Deer 上次的分享我忘了介绍我们的项目 对 这次正式的介绍一下 Smart Deer是由智信资本孵化的 给投资了豆瓣 咱们外边用的豆瓣的一个公司Trust Bridge 还有微光基金和WeWork中国的领头 对 现在在做的是企业全球招聘和全球雇佣的人力资源服务平台 我这边其实主要是负责招聘的业务 其实我不算是一个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不算是一个招聘官 我主要是在做平台的增长运营 Marketing的事情 然后我们公司另一个业务是雇佣 雇佣大家就可以理解为有猎头服务 有帮海外的公司发心招人处理无险一金这种业务 对 如果说有朋友需要这个 有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联系我 我对接给你们我们公司其他部门 对 然后我们公司现在总部 我们公司的总部是在香港和新加坡 境内也有六家公司 我们公司还在香港 新加坡 日本 美国 泰国 英国 阿林球和马来西亚地区有办公室 当地也有Country Manager 负责帮我们扩当地的市场 然后我现在在Smart Deer这边 就是负责市场和运营这块 对 所以台下如果有要招人的项目方 和要求职的小伙伴都可以来找我 或者直接在App Store下载Smart Deer 那咱下一个环节 刚刚其实三位老师都一句话介绍了业务方向 然后尤其是雄伟老师在的那个 就是我们看到的ARB 还有胡胜老师的MXC 其实这一个月的涨幅都很好 我想再代表台下的听众问一下 咱们的业务方向主要是在做什么 还有后续的规划是什么 因为BX有很多项目 它可能都是一波流 可能一两年以后就没有声音了 或者soft rag 对 希望老师再详细的介绍了一下 那还是从雄伟老师开始 好的 那我先介绍一下 RV5就是我们所开 我们在RV5生态其实是一个项目方 那RV5这个公链是从18年中旬 就已经发布这个组网 所以到目前来说已经有非常多年了 我在20年的时候才进入这个网络 当时这个网存储网络 只有2TB的数据 对 现在到现在的话其实已经增长到了那个150TB 所以整个帧数是非常的快的 那这个公链其实在最近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在2月27号的时候 RV5上边发布了计算的一个超并行计算机叫做AO 这个AO的话就是其实把AR的RV5整个叙事重置了 其实从现在开始 AR不仅仅是一个存储型的公链 他也能为大家提供这个计算 那这个计算可以做些什么呢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社交型的这种应用 比如说是像这个咱们的用的微信或者Discord 这些都可以很轻易的上面构建 昨天的话也是在我们社区里边 有个开发者花了三天的时间 就使用这个AO开发了一个很简单的聊天室 对 那第二点的话在DPIN这一块 AO的话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支持 因为它是一个超并行的计算机 所以说每一个线程都可以为这个设备进行服务 所以未来如果大家有这个DPIN的开发需求 也可以看一下ARV5的这个AO计算这个方向 可以把自己所开发的一些设备 连上这个网络成为它的一个进程 那第三的话是在游戏这一块 游戏这一块AO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强的支持 特别是对全链上游戏 AO发布的当天其实就是 它的文档中的一个用力就是一个全链游戏 而这个游戏的那个所有的不管是用户在游戏里面进行一步移动 还是去获取这个游戏的状态 所有的过程都是完全上链的 说回来其实ARV5的AO呢 它其实是一个全球的并行的计算机 不论大家用什么语言 什么什么开发语言 什么样的那个架构 其实都可以异构的接入这个网络 并且成为这个网络一部分 而我们自己产品呢 ARV5的产品呢 现在合影产品有两个 第一个是ARVPAY 大家可以把这个产品呢 理解成为一个去中心化支付宝 这个支付宝的所有数据呢都会在ARV5上去进行涌存 那这又代表着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计算出我们这个网络的状态 对这个东西看起来有点像是去年下半年 或者说最近很火的这个名文 就是我们有点像一个超级名文索引器 这索引器呢 它会提供提供除了代币之外的一些更高级的计算功能 那同样的ARVPAY呢 也会也提供了抽象账户 大家可以在没有注记车和失药的情况下 使用自己的手机作为这个直接作为硬件钱包 使用邮箱呢 作为你这个硬件钱包的这个身份 就可以去很轻易的使用持有数字产 并对数字产进行一个支付以及对换 我们的第二产品呢 是Permaster是一个DEX 这个DEX的话 它是ARV5生态现在唯一的跨连DEX 将以Ether UADT UADC还有BNB等各种各样的资产 都跨到了ARV5生态 所以未来的话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产品 这两个产品的话 我们其实现在是ARV5生态最大的 算是金融的DeFi的这个提供方 那未来随着AO这套技术的发展 现在上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应用爆发出来 那这些应用的这个资产兑换 那最终一定都会回到我们的那个DEX 或者说是我们的交易平台上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背景 谢谢 OK 熊伟老师可以把那个DEX的名字再发一下 我没有听到就是你说的第二个产品 那你现在在招人的那个 我记得是招的是社区运营对吗 那个是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是参与的是哪个项目 Ever Pay还是PermasWall 这两个项目都会涉及的 我们现在招社区运营 实际上就是ARV5生态 还有我们团队 其实都是那个一个技术团队 在过去几年 其实我们的社区运营是相对较弱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招去 招到一些更加专业的这个运营人员 不管是对我们的这个推特这些管理 内容的管理 以及在宣发上 还有对那个社区联系KOL这些工作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专业的这个角色 进行这些工作 OK 其实我之前 我加入PermasWall的微信群已经很久了 之前也在威亚的邀请下就体验了一下咱们的unboard流程 我觉得已经是国内的到做的很好很完善的一个 一个notion文档吧 就是官网和notion文档 是我发自内心的觉得很清楚很清晰 而且不管是威亚还是之前合作的赵Karro的女生 我都觉得很专业 我问的所有的问题 不管是在我看来可能很菜 他们也都很耐心的指导我 所以一直就是对你们的道和你们的产品 有一个有特别好的印象 对 然后如果现在台下 这块要不我再稍微补充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 Modal是我们的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社群 所以呢 它其实只是由EverWin去发起 也是围绕着RVU官方 RVU生态去进行发展 对 我们这次的这个岗位其实是EverWin 我们是围绕着核心产品 EverPay和Permasor进行推进 然后Permasor的社群的话 是大家随时都可以参加 然后里边有活动工会 有各种工会 也可以去做开发任务 这个有点点区别 好的好的 想去buildPermasor和想加入EverWin的 都可以找周恩老师 对 然后如果要onboard的流程 可以直接点进Permasor的官网 对 上面的这个网站就可以链接到东盛文档 我印象中 好 那下一个我们请胡生老师介绍一下 你们的右方向 以及之后的规划 OK 好 谢谢主持人 那么呢 我们呢 是在以太坊的Arbitrum Layer 2上面构建了一条Layer 3 然后呢 这条Layer 3呢 它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功能 一个呢就是让一些国内的和国外的这样一些做智能硬件的开发者 这样一些社群他们可以很方便的啊五分钟用智能硬件比如说一个树莓派或者是一个电视盒子或者是一个手手边的叫一个呃宠物追踪器能够在我们脸上发一个token那么呢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在过去六年来呢是在全球一百七十多个国家部署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物联网络那么这个网络呢可以可以去跟这些盒子这些宠物追踪器啊这些充电桩各种各样的 现实的这样一些DPIN的这样一些产品去进行认证和连接 那么呢这个认证和连接呢是其他的公链现在目前啊所没有具备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有有了这样一个基础设施呢所有的开发者都能够很方便的一键在我们脸上用solidity啊用ERC20的这样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contract结合它的智能硬件在我们脸上发一个他属于他自己的DPIN的这样一个token 我们脸上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外的项目方比如说他做宠物追踪器的绑在狗狗和猫脖子上的这个项圈的这样一些项目 他也是像stepn一样stepn是针对我们人嘛针对宠物社群啊是有这样一些智能意见的团队在我们脸上发了这样一些宠物币啊你你你让猫在家里能够动来动去啊或者是在遛狗的时候啊也可以呃也可以获得这样一些token的这样一些项目 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做充电桩啊做智能智能电动汽车还有各种各样的和智能硬件相关的这样一些项目 能够在我们脸上做各种各样的DPIN生态去发这样一个token这是我们脸的第一个最主要的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脸的第二个最主要的功能呢是让各个呃有实物的这样一个rwa的这样一些项目方能够在我们脸上发nft 那么呢nft在我们脸上通过这样一些DPIN的网络我们的实际的这样一些物联网的这样一些部署 我们可以把一个民宿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和这个日本金刚线的叫一个民宿web street的民宿公司合作 然后呢他们把一个民宿变成一个nft那么呢这个不仅仅是说把房产证变成一个nft啊 是我们把他的民宿的门锁他的这样一个呃现在我们家里都用小米或者或者三星的这种智能门锁嘛 这个也是智能硬件对吧我们把这个智能门锁连到我们的nft上面那你拥有这个nft 你可以不用输密码直接可以用nft签名一个交易把这个门锁给他打开就拥有了这个民宿 通过这样一个实物资产化的这样一个方式啊这才是真正的rwa的这样一种方式呢 我们把这个民宿通过智能门锁把他nft化的这样一个方式啊变成了一个nft 当然我们脸上nft不只是有民宿了当然还有茅台酒还有耐克签名球鞋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样和实物资产有关的啊茶叶啊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和实物资产能够和dpin 现实世界相连接的这样一些项目能够呢在我们脸上非常方便的一键发一个nft 那这些nft呢他可以开门对吧他可以充电或者他可以拿到这瓶茅台酒啊 啊他可以兑换到啊比如说这个智能电动汽车对吧理想汽车或者特斯拉的这个汽车啊通过他变成一个nft 在我们脸上可以去把他的价值进行流转和流通 我们在脸上呢现在已经有这样一些项目方啊比如说荷兰做那个酒的这样一个厂商叫Gin 呃大家知道Gin Tonic就Gin Tonic 这个这个Gin的酒的在在欧洲最大的这样一个厂商已经和我们合作在我们脸上已经发了nft了 接下来呢也会有各种各样更多的这种啊实物资产来到我们这个dpin链上去做nft 总结来说呢我们脸上主要是两个功能一个是发token 另外一个就是发nft但是呢主要是dpin相关的 所以我们呃现在目前是以探访上layer3最大的这样一个dpin链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在寻找开发者这个相关的呃职位呢 我们还是主要是在solidity这个方面去和后端这个方面去找这样一些对智能硬件感兴趣的 对solidity呃还是有些了解的这样一些开发者去开发 因为在这个行业我们去做的话其实是一片非常大的蓝海是一个非常好做的这样一个行业 比如说刚刚说的充电桩或者民宿对吧或者是茅台酒或者是Gucci的包对吧 像这样一些东西我们用solidity加上智能硬件去做的话 现在是我们感受到在这个实体行业上来说还是还算是比较受欢迎的 所以希望呢有对solidity和对智能硬件感兴趣的这样一些开发者可以加入我们一起呢用用区块链这个技术为我们现实世界做点事情吧 OK呃我把MXC现在招人的那个职位链接发到聊天区了大家可以直接点击链接看对就是solidity后端工程师这个岗位 刚刚我听你说你们我你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六年了是吗还是我听错了不深好事 对对对对对对对2018年2018年没错没错 因为因为我们是做基建嘛我们一台一台机器去把网络给拨好对花了很多时间对那第一天这个方向是你们18年就确定了还是这两年对对我们从18年对18年我们开始部署第一个基站嘛然后就一直走到现在对现在170多个国家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区块链浏览器上面看到我们现在目前哪个国家目前有覆盖嘛这个都在链上可以查询到的我现在已经很大的一个网络了OK 我看聊天区有人在问问题咱们等待会嘉宾分享完了以后我再开放自由提问环节好吧现在先可以先发出来待会再按顺序回来那下面请小点老师来介绍你们现在在做的业务和规划吧 我目前MORF还在测试网阶段但是我们现在基本的功能都已经不说好了我们主要会有四大跟Layer 2方向的一些主要的一些优势 或者一些功能然后第一个我们是去中精化的定序器这个板块的话其实主要是它的共识机制是Tinder每个支持提供嘛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供链的一些优势的话主要体现在就是我们会把Gas费然后分出去 并且通过去中精化定序器可以去削减一些运营的成本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一起去建设包括说分走我们的一些利润这样既安全性提高了也有更好的一些扩展性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板块的一个优势第二个板块的话我们的验证方式的话我们是一条Hybrid的Train 主要是验证方式是OP和ZK结合在一起的那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就会让OP的就是它的效率 我们会用更加的快速相比于ZK而言它会效率会更高同时又会结合ZK Rollup的安全性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也为开发者生态提供了更友好的一些大家参与的一些方式 也扩展性也会变得更强第三个板块的话也是现在市场相对也会比较热的点我们也是模块化的设计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也会增加更好业务的 这个需求大家也可以融入进来并且会更加的丰富对于Layer2本身的一些设计而言 第四个点的话就是昨天以太坊的坎坤升级我们的链上也是集成了EIP4844的功能 但是可能要等到五月份四五月份左右的时候会正式的上线 那我们跟市面上EIP4844不太一样的是我们的集成方式里会有ZKEYM的一些集成的方式 对大概这是我们跟市场上相对而言大家的功能上的一些优势的点 那我们目前因为在测试网嘛但是我们的测试网大家也可以来部署 近期我们也在举办各种Hackson 我们最近一期新的一期就线上的Hackson会在3月25号的时候上线 如果有一些开发者对我们的生态感兴趣也可以来联系我这边 我们就是之前其实我们公链的技术的话已经做了一年多了 我们的种子新史轮的融资是Bitget这边投资然后浮化在做 我们种子轮刚closed掉 最近我们也会对H公开 那也会借着今天讲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嘛 对我们生态感兴趣的大家都可以来部署这样 我们而我们公链近期招募的人的话主要可能会集中就是开发者这个板块 怎么说呢因为我近期我们一直在扩展我们的团队嘛 开发者板块可能相对的已经closed掉了一些一些一些岗位 但是如果大家有某一些板块特别突出的也可以去联系我们 之后我也会把我们的那个招聘的网站和相应的链接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看剩下的话可能主要会集中在全球的marketing和运营板块 对大概是这样 我想问一下刚刚小点老师说的在邀请开发者部署项目 你们现在是有测试网激励的吗 最近会公开我们的一些测试网激励 因为其实我们也在推进我们的一些贡献者计划 我们整体的激励肯定会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的话会针对用户 我们而用户这一块目前我们其实已经跟进了非常多的项目 但是这些项目正是在我们的测试网上去launch的时间 可能在五月份四月底五月份左右的时候 那这一部分项目launch之后 就会针对用户在我们测试网上的交互 会给到用户相应的激励 那关于开发者生态这一块 第二部分就针对开发者生态和项目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我们近期其实就已经会开始开展了 包括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一直 因为我们的生态里也主要是在北美地区 我们在相应的比如说纽约丹佛还有三藩这些地方 其实经常也会去举办一些线下小的meetup 以及针对于相应的开发者生态 去做一些技术的推进和推广 关于亚太区或者说相应的中文市场这一块 大家感兴趣的一些开发者可以跟我来沟通 关于具体的激励的 我们也会说根据大家的代码提交 以及说在我们这里去具象的部署的项目去沟通 对 大概是这样 OK OK 我觉得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台下有听懂的就做了少工作 和Build的项目 下一个问题是想给现在还没有入行的同学问的 因为我之前在OpenBuild的分享的时候 我发现咱们社区还是大概有一小半的朋友 是在观望还没有真的进入这个行业 所以想请三位老师已经入行了 而且像胡生老师已经在这个行业待了五六年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行业的入行机会吧 或者是说如果你要想跟这个新人说 就想跟现在台下的工程师说 你应该从Web2转到Web3 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OK 就大概这个方向可以跟Web2的开发者 和社区运营分享一下 那还是请熊老师先聊吧 咱们社区是开发者剧多还是运营这些都对 开发者剧多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都是开发者吧 OpenBuild的 只是说有一半是Web2的 对 就是区块链的开发呢 其实门槛在不断的降低 就在以太坊之前 那个其实大家都是得写这个公链 当然有的很多是Fork比特币啊之类的 那以太坊之后呢 其实很大一部分 你只要学会这个Solity就可以了 那其实现在的话 又有一个很大变化 比如说像AO这样的计算网络 其实大家去接触它会更加简单 几乎就是照着调整文档 打开调整文档 或者说是跟着那个视频半个小时 你就可以很快的开发一个切得入 就聊天室 你如果说是花个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 你也可以跟着这个教程呢 去做一个去中心化的这种小游戏 对 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把教程 也可以发一下 对 所以整个过程呢 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 你只要开发者 你会敲终端 会用的变弃器 其实很多东西就可以很快的用起来 建议的话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区块链呢 它其实在慢慢的 迈向这个Math Adoption 就是大规模的应用 所以我觉得 但是现在很显然 还没有大规模的应用 因为很多行业 很多地方都用不到 用不到它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 就是一方面是因为它贵 另外一方面还是因为它门槛高 但是这个门槛和窗户期呢 都在慢慢的这个降低 所以呢 在真正的那个可能 我们随处可见 区块链应用的时候 之前 其实这个机会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建议 传统Web2的开发者呢 都可以进来看一看 另外一方面是那个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也正好回答一下 刚才 就是可能Web2的那个开发者 会有疑问 Web3对于Web2 到底有什么优势 对 这个其实我就相信 所有的Web2开发者都会关心 我为什么Web2的 比如说是支付宝 我们已经可以做得这么好了 那比特币RG体验这么差 我为什么要从Web2来到Web3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最核心的在Web3这边 它核心的是这个 是这个产权的这个点 对 就不管说 如果你在Web2里边 做了个小的程序 小的应用 几乎避免不了 如果说你真的一腻了 你避免不了被那个腾讯 被大厂所抄袭 并且最终被它抄袭之后 就或者收购吧 对 当然收购还是个比较好的结果 那很多时候呢 我很多大厂呢 其实现在都盯着 那个只要有任何新的应用 马上就会派大量资源 去把你去模仿你 对 这个在Web2里边 其实已经卷得要命了 可以说是 但是你如果说来到Web3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说你有个新的想法 你有些东西你去创建 如果说 你能在市场上去宣传 或者说是你开始做这个东西 就去中心化开源的 那其实大家呢 是会向你靠拢 或者说是大家会在你的这个生态里边去部署应用 就是在Web3里边 由于数据都是开放的 所以合作才能产生最大的收益 而不是我去fork你 你去fork我 这样子弄来东西其实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在Web3的生态里边会发现 因为数据的透明性 不管你说DeFi还是做什么 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些竞争 但是如果说有人做了unisweb 有人做compound 有人做那个对交易 有人做兑换 有人做那个质押 其实他们之间会相互的供应互利 这个在Web2里边是很难见到这样的场景的 对 那这个核心场景的话 我觉得是这个去信任化 对 这些东西的话 它其实和技术没有关系 而是一个生产和消费关系的改变 我建议那个Web2的开发者 如果说关注这个生态的话 可以更多的去从 可能是它的意识形态 或者说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角度去去看它 对 我们的目的 或者说是最终的这个愿景 是希望不仅是开发者可以获得回报 也是希望这些用户呢 他自己所贡献的价值 可以回馈到自己手里边 而不会像Web2这样 很多东西都是由那个非常中心化的 非常那个巨头的企业去掌控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OK 很同意 就是刚刚熊老师分享的 Web2现在就是 你创业公司要做一个产品 或者刚确定一个方向 刚发出来 可能大厂就已经动用了 比你多一倍的人力去调查你 或者是去抄你 很快又去做了一个 可能比你还更好用的产品出来了 对 然后Web3大家都能看到 我觉得就是都在努力为 同一个生态做贡献 它是明显的更开放 开放很多 对 然后刚刚熊老师提到的一个说要给开发者分享的 就成什么的 也可以发到聊天区 好的 下一个 陆老师来讲讲 OK 出行机会 对 那我觉得之前也跟秋秋 还有OpenBuild 参加了几个 这个 商品会 那么呢 我看到呢 有一些 来跟我们聊的这样一些求职者呢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游戏啊 或者来自于金融传统的 Web2行业的 想要进入Web3 那么呢 其实这个机会来说是很大的 因为从你们所接触的这样一些技术战来讲的话 Solidity跟你们现在做的这个React和TypeScript是非常非常像的 这些语法这样些东西 所以你们学起来的话 对于这些刚入行的这样一些前端 特别是注重在前端的这样一些求职者来说 其实是入行来说还是算是蛮简单的 但是呢 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 就是实操经验 对吧 实操经验这个东西 因为你入行越来越简单了 像这件事说 对吧 因为现在有很多在做开发者社群啊 还有一些课程啊 OpenBuild也在做 确实是很简单 但是呢 没有实操经验这样一个事情呢 就会让你在求职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遇到这样一些困难 因为很少会有这样一些成熟的公司 会招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写智能合约 部署过智能合约经验的 在有实战 实操经验的这样一个求职者来 直接加入到项目里面来做的 所以呢 这个事情怎么样开始呢 我建议有很多这样子求职者呢 可以去参加一些开源的这样一些项目 那比如说有像Uniswap啊 还有很多的像这样一些借贷协议啊 他们都有他们都有这样一些问题 这样一些帮题吧 叫什么一些带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他们想找到有人来做 悬赏的这样一些赏金任务来做 这些任务呢 我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完全没有实操经验的 但是呢 又对这个事情特别感兴趣的人来做 你做了之后呢 你就有实操经验了 你还能够解决 帮人解决问题 在自己的简历里面呢 也能有这样一些经验 那我觉得呢 这个是我对这些求职者的这样一些建议 当然有些求职者说 像Solana或者像GSC啊 都有这样一些hack song 对吧 黑客松 那这些黑客松是不是很有意义呢 那我 因为我们自己也做过很多黑客松 我觉得你如果 作为一个招聘官来看你的简历里面 只有黑客松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很大意义 那还不如去接一些免费的 或者是付费的帮题 然后呢 去帮人家解决这样一些实际的这样一些问题 把你的代码合并到人家 现在正在生产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这个事情才是对求职者来说 比较能够实际上手的这样一些事情 当你有了这样一些经验之后 在公司里面就能够去 直接上手去接手这样一些任务 我觉得就会简单很多 这个会是我的这样一些建议 然后呢 当然了 现在很多行业 大家看到 因为这些 用Solidity的前端和后端的这样一些职位 还有一些智能合约开发的这样一些岗位呢 确实都不在大场 比如说在北上广深 成都 对吧 这样一些地方也不一定说是有那么多职位 能让你去寻找 所以呢 我建议呢 大家也充实好自己的英文基础 可以尝试着去海外去寻找这样一些机会 因为国内的机会 呃 说实在的也就那么多 因为 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厂用Solidity 也没有什么大厂在真正的做 除了蚂蚁 在自己做这样一些 跟EVM没有关系的这样一些事情 那么其他的大厂呢 基本上你根本找不到 呃 Web3技术站的这样一些职位 所以呢 在整个呃 中国大陆环境里面的Solidity 和Web3的这样一些职位的空缺 呃 相当而言还是比较少的 但是呢 在整个海外来说呢 就会更多了 所以我的另外一个建议呢 是能够大家去把自己的英文技术充实好 那不一定要会说 对吧 会读写就可以了 去把这样一些自己的英文的Github的 这样一些简历啊 这样一些页面啊 给它丰富好 对吧 呃 有时候你 你不需要去触及人家猎头会来找你的 这样一些机会是会是存在更多的 与其在国内去卷这样一些职位 在国外的这样一些机会呢 可能会更多一点 所以呢 这也是我给大家的这样一个建议 在小点老师开始之前 我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经常会被开 外边的开发者问到这个问题 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回答 他会跟我说 我想转到Web3 但是那些语言 我又不会学怎么办 就是solidity 我在哪学吗 好学吗 就是这种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 因为从我的角度的换 我老听那些开发者说 说这个语言之间可能都是互通的 你就是看两个星期 看然后自己copy 复制或者是就是对着写 可能两周和一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就熟悉了 就能上手了 但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的对不对 或者是我怎么去跟我们平台的候选人说 因为我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会望而却步 觉得我操好难 solidity完全没接触过 怎么转 胡老师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 你怎么说 就是Web2的人 他会跟我说 我一点都不懂Web3的语言 我也不知道去从哪学那个solidity 就太难了 就望而却步 他会觉得 你怎么去跟这些人说 其实可能是没有那么难的 你只要花两周或者一个月的时间 或者去哪个平台 看或者抄一段代码 先下手 我可能就学好了 我不知道怎么去跟这些开发者说 对 其实这个其实大家如果有动力 去进入这个行业的话 可以无论是在YouTube 还是在GitHub 还是在各种各样的这些公开的 这些课程的网站上面 都可以找到solidity入门的 这个应该算是还说是比较简单的吧 资料也是特别多的 包括我看OpenBuild最近也在有这样一些课程嘛 这个学起来的话 我觉得你看现在小朋友 小朋友这个都会学python 都开始变成课了 对啊 小朋友都学变成课了 这个solidity这些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 因为我们自己踩过这个坑嘛 solidity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之前在波卡生态里面 做这样一个物联网的提拼链 我们用的不是solidity 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值大 就基本上是找不到任何的开发者 到了solidity呢 发现了因为这些solidity的生态啊 包括入门教程啊 包括这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文档啊 都做得很好很多 然后中文英文的各种语言的 其实都有 这个其实我觉得并不是需要担心 但是呢你说现在你要找一个 在波卡列上去做智能合约的 这样一个开发者 他连文档都找不到 那么这个问题才会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solidity其实不需要担心 明白 我看James有问题 待会儿我们再回答吧 你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平台上很多候选人 要问我的问题 我都不知道去怎么回答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市场运营 像我的岗位来说 我也是从外办转来的 从我个人的经历是 我觉得如果你对这个事情 有热情有激情的话 你是能找到很多路子 去先进入到这个行业 就是做点事的 对 待会儿我们再回答你的问题哦 我们先听小点老师分享一下 他是怎么入行 让这个行业有哪些机会 因为刚好这个是 是已经讲得很全了 他们也会推荐大家相对比较保守的 也不是保守吧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 比较平稳的一些方式 但是web3 怎么说呢 web3这个行业的话 多多少少 它周期性很快 并且现阶段正好又是牛市 市场特别好 并且我自己亲身体验 包括也接触到的项目 能很明显地感受到 项目的速度变得很快 并且开始行业 又开始出现了非常多新的项目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大家想换工作的节点上 按道理说 应该很多HR 或者说招聘的需求 是会变多的 那会出现的问题就是 可能你能够加入的项目 不一定特别好 但是如果对于一些人来讲说 只是想先开始转行 加入这个行业 那我如果大家都还没有成家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先试一试 好像应该还好吧 就没有太多的试错的成本吧 我觉得可以稍微激进一点 如果想换 那就可以抓种机会去找 那通过哪些方式去找 OpenBuild的这边 就是帮大家一起去做教育 或者说给到大家去链接很多资源 那可以通过相应的 类似于OpenBuild的这样的平台 去找的同时 Web3大家很多都会去用Twitter 包括说你找相应的工作的时候 Web3大家投放的一些平台 可能LinkedIn或者说相应的这些平台 其实都有各种岗位的 大家花一些时间找一找 应该还是能找到一些的 大概是这样吧 谢谢小点老师 虽然你没有说可以来Smanadeer 但是我来补充吧 欢迎拍来Smanadeer的第二招 没事 因为你刚分享的那个点也很好 你去LinkedIn 你去某个项目的官推 或者你去他们的官网 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职位 对 如果说这个项目做的还比较正规 且恰好在招人的话 我还想分享的一个点是 很多Web2会被吓到 大家不要有这种怯的心理 你有工作经验 或者说你很好的是 你有外班大厂的工作经验 你又年轻 或者你又英语好 这三个你只要占一个 你都会不太难的找到一个工作 其实 就是我在 我聊过很多很多候选人 我知道他们的顾虑和担忧 可能最开始都是被自己给吓到的 觉得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我去哪找 但其实Web2大厂的经验就是 现在Web3的HR也很看重的 因为Web3已经慢慢的 在往正规军的方向发展了 所以你之前的很多经验是可以复用的 或者是说原理它是共通的 对 聪明的人都知道说 我转行了以后 我之前的经验怎么去复用 其实很多都是自己在吓自己 我希望现在找工作 看机会的朋友 多给自己信心 扩大找工作的渠道 对 相信自己 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分享 最后一个分享环节了 三位老师在招人的时候 分别看重哪些点 就你要关注这个候选人 身上的哪些特质 可以说一到两个 对 这个应该因人而异吧 可能每个人看重的点都不一样 我们还是先请熊老师来讲吧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对 这个的话其实也分那个情况 但是呢 其实我们最看重的呢 还是那个自主的这个学习能力 因为Crypto还有Web3 整个行业还是比较新 如果说是没有这个主动学习能力的话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边会非常非常累 对 不管是对于和你进行协作者 还是你去感受这个行业 可能一两个月有新东西 一两个月有新东西 如果不能快速学习的话 这个是非常痛苦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员工的这些 或者经经验里边呢 也也发现了 就有的人可能从外边过来 有外边的这个经验非常丰富 但是来到Web3之后 又可能缺乏一些这种 快速学习新东西的这个能力 那他在Web3里边 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震动吧 对 所以自主的学习能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点的话 其实也是现在刚才那个主持人讲到 现在Web3也开始 逐渐的正规化了 对于这个专业能力的这个诉求 其实也越来越高了 对 因为以前如果再往前倒个三年五年 那其实大家都是那个炒 叫做什么 就是炒菜班子 对炒菜班子 那个其实核心的可能不是去拼那些专业 比如说运营的技能 开发的技能 而是说你能很快的学习了之后 以最快的方式去实现 然后那代码非常非常烂 OK 就可以了 对 所以那是往前年的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呢 专业的诉求越来越高 精致也越来越激烈 所以那很多Web2的这种运营手段 这些或者说是Web2的一些开发的手段 包括 其实我们在AR生态的话 就会遇到 其实开发和传统Web2的这个微服务架构 或者一些基于消息去 去开发的这种 大型的这种并发系统 这些呢 其实都在Web3里边 慢慢的显现出了它能力 对 所以原来 原来的话 我写个DeFi写个智能所约 OK 那也不要求性能 那很简单 但是现在Web3慢慢的 那时 有一点这种普及大众的那种感觉 所以对这些的要求会越来高 运营的手段也会越来专专业 对 所以总结起来的话 我们是看两个点 第一就是自主学习能力 对 这个我也可以举个例子 有的时候我去面试一些这个应兵者 既然你已经投了我这简历 你都没有去看一下AR是什么 或者说是我们的背景是什么 这显然就是没有任何学习能力 很刚刚 对 这很刚啊 对 是的 所以说说呢 如果是真的想进入这行业 那你要去做什么样的工作 一定要先自己 至少你投了简历之后 你一定要花个几天时间 去好好的研究一下 对 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 对 虽然可能你做运营工作 它是有运营的这种 或者说开发的工作 是有开发的专门一套的这种逻辑 但是呢 在这个生态里边 你不能没有自主学习能力 不能不去了解 这个项目方 或者说他所处在生态里边的位置 以及他所主营的业务是什么 所以这块的话是必须去自主学习的 那第二块的话就是 我们现在其实比以前 我们现在招聘人也是更加的看重 你过去是不是有这种经验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专业的 对 以前的话可能就单是这个自主学能力 感觉你很奋进 OK 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由于稍微卷了一些 所以对你过去的这个努力 对你过去的这个能力 考察会更加的那个深重一点 对 这是我想说的 自主学习能力和有相对完整完善的经验 OK 下一个胡生老师 对于我个人来说吧 因为我自己是做技术的嘛 可能我最看重的一点呢 就是沟通能力 因为每个人的这些特长啊 这样一些会的或者不会的这样一些东西 都是各异的嘛 我倒在看简历或者在面试 在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会着重看这个人会不会 会不会沟通 会不会说话 会不会主动的去提这样一些要求 我觉得这些事情会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点 因为现在我们web3行业 基本上都是远程工作嘛 或者是在家工作 对吧 刚刚也提到了在国外的这样一些公司 可能国内的在家工作的比例会少一点 在国外的话 像我们公司基本上都是在家工作 到现在了为止 还基本上一天可能去两天办公室的这种评次吧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沟通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样一个因素点 因为有时候你很笨 对吧 但是呢 我可能给你说几次 呃 说一两次你就明白了 通过沟通呢 通过问问题 通过回答 通过交流 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式呢 这个人 这个求职者或者这个职位的应聘者 他会沟通 他愿意沟通 他呃 他想要跟你沟通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点 当然我们之前也碰到这样一些求职者 他拒绝沟通 或者他不会沟通 可能就往一个死胡同里钻 是吧 你怎么引导他 他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到正确的这样一个轨道 这个在沟通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呢 愿意沟通 是一个难好的沟通者 在这个方面呢 你无论是会不会solidity啊 或者会不会subgraph 会不会graphql 会不会这样一些go或者rust 其实呢 我们通过很好的良好的团队沟通的这样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很方便的补上 那么呢 我觉得呢 大家在入职web3的这样一个职位 特别是做开发的这样一个岗位 一定要注意 沟通是特别重要的这样一件事情 一定要随时和同事和上级保持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沟通 不要自己闷着头去干事情 要主动的去问问题 去了解 我觉得这样呢 才会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开发职位 所具有的良好的这样一个特质 那么呢 有这样一个特质呢 我觉得你学什么东西都会很快 也会去 也会去在你的岗位里面获得更多的这样一些收获吧 OKOK 说得很好 我觉得挺实在的 对 也是其他的职位 就是其他 不管其他类型 什么设计 运营类的 都是这样的 对 因为好多时候可能你觉得这个问题很难 得抠自己抠一两天 钻到死活动了 想不明白 但其实如果你跟你同事 或者跟你leader说一下 他可能几句就把你给点明白了 可能那个思路就打开了 对 我是知道有的开发者 他不太喜欢 或者不太习惯沟通 因为国内的职场文化吧 他也相对没有那么的open 对 但是如果你进入了web3 或者3 就转换一下那个 工作方式了 对 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开放的事件 对对对 因为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基本上都是远程工作 你如果是在办公室工作的话 你跟你同事在旁边 你问他一句 他马上就回答 但是呢 因为远程工作 就是因为要用discord telegram 就阻碍了沟通 更需要 对吧 你就更需要 但是呢 你会觉得跟他发个信息 好像有点唐突 或者有点麻烦 你就不去沟通了 麻烦 对吧 就钻进了死胡同 对对 这个确实 国人是 咱们中国人是有一点点这样的 觉得我好像有点麻烦他了 或者是我问的太多会烦我 但是远程工作就是这样的 你越不问 你越跟你的同事不熟 你也没见过面 大家越来越陌生 协作起来也比较困难 导致什么都很慢 这个是最头大的 太理解了 胡老师 你们团队是 你刚刚说你们可能一周也要去一两天办公室 你们是在哪啊 你办公室 就是在这个以太坊和波卡的大本营在德国柏林 这个也是以太坊 以太坊是2015年在这里产生的第一个区块 在谷歌地图上还有还有一个纪念标志 OK 你们团队现在有多少人方便说一下吗 团队大概是在40个人左右 OKOK 办公室现在就在德国 对对对 然后大部分都在远程 可能在德国的也不去办公室这样 那最后请小点老师说一下吧 如果你招人你看中哪些点 OK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 主要有 我们这边招人可能也会主要有两个点吧 一个的话可能就是对于这份工作的ownership的那个分量 因为现实中其实会有一些人觉得自己做一份工作 可能只是一份工作 自己的工作范围可能就只去覆盖掉自己 觉得不要占用额外的时间的自己的可以cover的那一部分 但是实际上我其实还蛮喜欢blockchain的这个行业 或者说大家现在做的相关的事情 是因为当你有意识的知道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或者说哪怕你多花一点时间在了解行业的认知上 或者去跟大家去谈一谈市场上的走向 或者说热点 你可能都能因为这些信息去赚到钱 因为这个世界是认知差的世界嘛 那在这个行业会相对显得更加的具象化 因为你做的很多事情 当然不是鼓动大家去炒币或者说怎么样 可能你做的很多事情多了一点认知 你因为认知可能你能赚到额外的收益 或者说一些被动收益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我认识的很多人 或者说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些人 大家都有非常积极的状态 以及说对于这个事情本身 有owner的这个意识 当你给到他一个想要他完成八分的事情 可能他能给你的更多 他也会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去花更多的时间 去认识或者说了解这个行业中 对他有帮助的点 对那这第一个是关于自己的这个意识的问题 第二个的话可能我们现在招的很多岗位 确确实实也会要求经验更丰富一些 因为工链整个生态的建设它会更全 如果有很多人可能开始并没有参与在过一些项目里 或者说还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太多了 那在构建整个工链生态的过程中 可能不会特别的清晰 对大概是这样 谢谢 owner意识我也有想分享的 我们平台要BD的项目 可能百分之九十八九十都是我跟我同事要软供BD 你会发现不管这个群里 拉运营 co-founder founder都在的话 有的团队他不专业的时候 你会不知道你应该 这个事找谁去owner 感觉没有人在推进这个事情 包括之前跟别人合作也是 如果说对方想请我们帮忙宣传一个东西 你会发现物料我不知道找谁要 比如说文字可能是这个人给我 设计图是另一个人给我 我会觉得很散 而且有的人是今天给 有的人是这个事情要启动的前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才给到 其实这些都会让对方觉得很不专业 对 然后我会总结 有很大一部分团队是因为远程工作 沟通不到未解出现了这个问题 有的他作为一个运营吧 他觉得我的老板在这个群里 我可能不好意思发言 或者是我是不是抢了我同事的活了 这个事先不拦了 对 但这样的话就会在职场里会显得 你们整个团队和项目不专业 所以我觉得刚刚小点老师说的那个 如果你作为一个 不管你作为运营市场也好 只要你去负责跟进这个事情 你就要有owner意识 就是你一定是从头到尾 你来follow一下 如果说该谁推进了 你去盯一下 最怕的就是散在那 没有一个人敢推进 或者是总觉得我是不是抢了别人的活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这个也是我跟我在沟通中发现 尤其是国内的朋友吧 他可能就不好意思 或者是人比较爱 或者是想的比较多 就这方面会做的不是特别好 自己好像是也很强调的这个owner意识 这个挺重要的 那我们分享环节就先到这 下面我们进入答疑环节 对 我记得前面已经有几个人提了问题 我找一下 现在如果还有问题的 可以直接发到聊天区 James问了一个问题 但我看熊老师已经回答了 是说 学习solidate的语法和例子重要 还是深入原理和应用更重要 实战能力决定当前工作 原理决定天花板 我觉得就是 你如果还没有学会的话 应该先学一下 再去思考那个原理 因为如果你还不会 写这个代码的话 可能很难想到这个原理 这个问题还有老师补充吗 胡老师和熊老师 对对 我觉得反正就先看到 对我觉得先看到有什么项目 或者有什么这样一些 open bounty就去做吧 然后也不用想那么多 对吧 反正用先下时间做一做 先上手 OK 还是先上手比较重要 然后写了两个以后 再去思考一下这个原理 这个行业的薪资水平 怎么是怎么样 其实坦白来说 跟web2没太大区别 这个行业的薪资也没有那么高 或者是说 我去了香港 我去了美国 是不是会高很多 其实不一定 尤其是这个行业 现在大部分可以远程 所以很多hr 他在行业薪资水平这块卡的 还是比较死的 就整个来看 我觉得是跟外边的大厂 差不太多的 对 有的还达不到外边大厂的水平 对 但是相对自由很多 下一个 还是James的 刚才的宠物 贺兰9 盈利模式方便讲一下吧 那还是请胡老师分享一下 你们项目的 就deeping是怎么发展的 可能对于我们不太懂 这个概念的人 有点不好理解 OK 这些项目的盈利模式 我觉得可以从 大家能理解的 这样一个角度 就是小米的这样一个角度 可能大家理解的 会比较通顺一点吧 就是小米他靠 他靠什么赚钱呢 他是卖这样一些手机 或者卖摄像头 对吧 还有现在卖空调 然后这个洗衣机 对吧 各种各样的智能硬件 他去赚这样一个费用 我们把这样一种 非常传统的 这样一种商业模式呢 大家可以理解成为 就是一种基于云端的 这样一个智能硬件的服务的 这样一个方式 那么呢 如果到了web3 那么这样一些 deping项目呢 无论是去提供 9或者是智能硬件的 6狗传感器 或者是提供AI啊 或者是提供存储啊 这样一些服务呢 他其实也是提供基于 从云端转到了blockchain 我们云端叫SaaS嘛 blockchain叫Bass嘛 B-A-S-S 基于区块链的这样一个服务 只是把数据从小米 这样一个非常中心的 这个服务器 交到了一个区块链上面来 那其实 本质的商业模式还是没有变 他要卖更多的酒 对吧 他要卖更多的宠物追踪传感器 他要卖更多的充电桩 对吧 他要卖更多的这样一些东西 只是呢 他把这些数据呢 能够做得更加透明一点 放在链上存储 能够去把这些数据 在链上能有更多的 这样一些可能性 和身份认证啊 做这样一些应用 所以呢 这些商业模式呢 其实和小米没有什么 太大的区别 但是呢 数据 从数据的角度上去分析呢 这个区别 就是从中心化的服务器 到了区块链 希望这个能回答你的问题 OK 大家也可以多去看看 Dating的报告 我看 今年特别热门 各个媒体也一直在出 相关的文章和报告 虽然我也不懂啊 但是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一找 我看 绿洞和Forecet News 都经常发 有一个叫 橙子小王问的 又是问胡老师的 看介绍图上 有GKEVM 想问一下MXC 用GKEVM做什么呢 胡老师 又是你的问题 谢谢 我们的EVM呢 是一个Type 1的GKEVM 那么用GK的这样一个原因呢 就是有区别于OP和ARB 这种相信CL签名的 这样一个方式嘛 我们是用GK的方式 去证明去出块 其实大家看到 V神在这个方面 已经写了几篇文章 做过一次阐述了嘛 就在以太坊上面的 第二层 第三层的 这样一些出块的 这个方式呢 无非就两种嘛 一种就是用GK 用数学计算 用GPU 对吧 还是POW 用GK的这个方式 去把它算出来 然后呢 去出个块 或者你其实 不用相信数学 那你相信人性的话 没关系 那还是 你看现在AP和ORB 他们还是几个多千钱包 是去相信它的私钥 去sequencer 去出这个款式 一个中心化的 这样一个方式 也不是去相信数学 这样一个方式 去出块 其实也没有什么 很大的这样一个 再次也没有出现 什么很大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相信呢 这种 像我们这种 去中心化的基础设施 特别是做这种 网络的这样一个方式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私钥 全部都不在了 我们的私钥 所有人都不在了 但是呢 大家也可以通过 跑GPU的 这样一个方式 去把这条链跑起来 那这个呢 可能是我们选择 GK的这样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吧 智能硬件 属于咱们公司的吗 这个我没太看懂 这个问题是什么 智能硬件的话 账目方 因为我们是条供链嘛 以太坊上最大的 低频供链 智能硬件呢 可以是做 遛狗绳 遛狗的这个宠物 宠物绳 也可以是 做充电桩 对吧 这些 这些硬件呢 可能是这些 其他的像小米 类似于这种生产 厂家生产 来我们链上发个币 还有问题吗 大家还有问题吗 聊天区 赏金任务一般 去哪领取 刚刚讲 OpenBuild就可以领取 然后还有 熊维老师 发了一个 AO目前学习 开发也能领 这种应该没有一个 我不知道啊 这种应该没有 一个网站 聚合了所有的 我能领的赏金任务吧 现在应该没有 什么聚合类型网站 我理解 可能还是得去看 Twitter和你 关注的项目的官网 看看能不能为 这个项目 做什么贡献 有Bounty可以领 或者有人知道吗 有没有什么 聚合型的网站 对 会更新 可能这个东西 Bounty可能 两周就没了 OK 有一个新问题 熊老师分享了 项目文档 胡老师和小典老师 可以分享项目文档 或关键字 深入了解项目吗 这个问题 我帮这两位老师回答吧 你去看MXC 还有刚刚 Murphy的官推和官网 其实都能够找到 然后还有一个叫 我觉得比较好用的工具 练补手孵化的 叫Rota Data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工具 你想搜或者了解这个团队的构成 做什么方向 连接到官网什么的 都可以看到 对 这个平台不错 Dwork我看到过 也有聚合型的Bounty 而且什么类型的都有 运营 技术 设计都有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网站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了 可以播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OpenBear 感谢 感谢主持人 谢谢 好的 也谢谢今天晚上的听众 我看一直都是70多个人 一直一直在听 对 我自己收获也挺多 那我们之后就在 OpenBuild的群里交流 有要招人和找工作的老板 都可以来找我 谢谢各位 那今天就到这了